一些国家以先进的技术 革命性的发明和世界著名的大学而闻名 比如日本、美国、印度、英国等等 他们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聪明吗? 你的国家的平均智商水平如何? 19.南非 南非的平均智商是70 2015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对76个富裕国家的排名中 南非位列第75位 南非有3万所学校 其中2.6万所由政府资助 从7岁到15岁是孩子们的义务上学年龄 进一步的学习是可选的 主要是那些计划上大学的人 18.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人的平均智商为81 孩子6岁开始接受免费初等教育 在那里 不同性别的孩子不能一起学习 当他们上高中时 男孩可以自由选择科学或文学专业 一些学校会训练他们从事农业 技术研究和商业方面的职业 1956年 沙特开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 如今有20万名女性是大学生 她们仍然和男性在不同的教室学习 17.印度 尽管印度的人均教育支出非常低 只有22美元 但他们的平均智商却高达81 印度有6亿年轻人 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事实上 印度三分之一的人口 年龄在14岁以下 而这一比例还在持续增长 印度每分钟就有30个婴儿出生 预计到2022年 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 印度不仅人口激增 经济也在飞速发展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很容易预测到 印度的年轻活跃的人口 将很快帮助其向全球智商排名的顶端靠近 16.印度尼西亚 2015年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进行了一项研究 称印尼学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学生 他们可能不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 尽管84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据UNESCO 也就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统计 这个国家的十字率高达95% 这个数字在年轻人中甚至更高 达到99.67% 大多数学生专注于精确的科学 而艺术在那里并不那么受欢迎 15.菲律宾 菲律宾的陆地面积 可能只比亚里桑那州大一点点 但86的平均智商 使其在全球智商排行榜上 影现于许多其他国家 难怪菲律宾的政府过去几年里 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而且益处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从2011年开始 他们规定公民必须接受一年的幼儿园教育 并在2017年免除所有大学学费 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大学录取 14.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大多数孩子4岁就开始上学前教育 尽管这么早开始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 小学从6岁开始持续6年 然后学生要继续接受5年的中等教育 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参加公共的 Situology Malaysia 简称SPM考试 这次考试意义重大 因为他决定了 他们以后是可以进入全国43所 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所 还是进入全国31所私立大学中的一所 好吧 也许所有这些为这个超级重要的考试所做的努力 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人的平均智商 高达93的原因 13.葡萄牙 葡萄牙每个公民在公共教育上的投资 约为724美元 对于18岁以下的孩子来说 教育是完全免费和义务性的 政府目前正试图通过史课堂 变得更小以及更新更好的设施 来实现教育系统的现代化 这一定带来了回报 因为普通公民的智商为95 考虑到葡萄牙有五所大学在 QS世界大学排名中 继续深造并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12.意大利 意大利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人才 这个国家的平均智商高达97 意大利宪法规定学校接受国家资助 但大学是独立的 意大利的孩子从6岁到16岁学习 然后可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如今大约60%的年轻人上大学 学费也很便宜 11.西班牙 这个南欧最大的国家的平均智商也是97 西班牙政府在过去的25年里确实提高了教育水平 这花费了他们大量的金钱和改革 但他确实使西班牙在金和组织的70个国家中排名第30位 有趣的是西班牙学生比其他国家的学生在学校表现出更高的归属感 10.美国 令人惊讶的是 常青藤名校所在地的排名并不靠前 但美国人的平均智商还是相当高的 达到98 美国的教育制度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教育制度大不相同 这是因为各州在各自的领土内管理公立学校和大学 美国拥有4500所经过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 是世界各地学生向往的学术胜地 就是要做好准备 迎接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学费账单吧 9.澳洲 与美国一样 澳洲也是很受国际学生欢迎的另一个地方 这些学生在澳大利亚1200所大学中就读 他们的学校教育持续13年 从6岁到16岁是义务教育 澳大利亚的高教育水平 对创新的热爱和相对较低的学费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智商高达99 8.英国 作为一个有着数百年教育传统和极高标准的国家 英国是第一个突破100分大关的国家 孩子们三岁开始上学 当他们16岁的时候可以选择继续学习 也可以结束学业 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国际公认的 伦敦经常被称为世界教育之都 7.德国 德国是一个以勤劳著称的国家 它的人民技能高超 生产效率极高 并符合他们的高标准 德国人的平均智商是100 他们同样也很聪明 这必须归功于那里良好的教育体系和免费的公立大学 6.加拿大 在生活质量、公民权利和教育方面 加拿大在许多世界排名中都处于领先地位 所以101的平均智商对这个国家来说并不奇怪 其实所有的高等教育都必须付费 有天赋的学生也可以获得奖学金 帮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 5.荷兰 荷兰法律规定孩子5岁到16岁必须上学 但父母在孩子4岁时就送他们去学校也是很常见的 尽管荷兰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 但很多学校和大学的教育都使用英语 所以那些在荷兰学校得到满分10分的学生 长大成人后的平均智商一定会达到了不起的102 4.日本 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语气寿命 并以其先进的科技而闻名 并且那里的平均智商是105分 日本的入学率约为99.99% 学生在四年级之前不需要参加任何考试 因为人们认为培养孩子的性格和良好的礼仪在早期是更重要的 在高中结束时 日本学生必须通过一个至关重要的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考试 所以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它 3.中国 你可能会认为中国是一个生产世界上几乎所有东西的国家 现在你可以把它和105的平均智商联系起来 尽管人均教育支出很低 只有27美元 大学申请者面临很多奖学金的竞争 所以他们会尽可能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2.韩国 韩国常被称为亚洲经济巨龙 在科技、读写、数学和科学方面都处于顶先地位 学前教育早在三岁就开始了 不过这是可选的 小学提供广泛的课程 教授基本技能、体育和语言 从15岁到18岁 父母必须为孩子支付教育费用 然后学生可以竞争奖学金继续上大学 如今在一个平均智商为106的国家 创造性思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鼓励 1.新加坡 学生育的国际职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那么你来自哪里? 你的国家的平均智商是多少? 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别忘了给这段影片点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然后点击订阅来时刻关注量生活